六十四岁金钟市帝晨木义堪称台剧的最佳绿叶 无论是通灵少女泡载声或是月村欢迎迷等剧 皆可看到她的身影受到许多观众欢迎 但显为人知的是其实私下的她是个单亲爸爸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长大 谈起女儿她脸上充满父爱的慈祥 据自由时报报道 晨木义曾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语含义妻子的婚姻 在妻子因交通意外离开后话下句点 两人育有二女 2013年时 晨木义迎娶小二十岁的赖警方 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二年 之后晨木义便一人抚养二个女儿长大 在她五十岁生日时 曾写信给女儿 信中提到 她发誓会咬紧牙跟尽全力照顾他们 父爱的伟大令人动容 而两个女儿也不负她的期望 大学毕业后就靠自己养活自己 还曾对晨木义说 你以后不用再养我们了 你赚钱自己去花 不用理我们了 让她被感过心 而和两个女儿感情相当好的晨木义 曾被问到女儿对于爸爸往后的恋情会有什么看法 晨木义笑言 我会介绍他们这是某某阿姨 他们也都能跟对方好好聊天 彼此尊重感情生活 如今六十四岁的她除了偶尔拍拍戏 更多的重心都拿来享受生活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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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